精品黑科技阵容 王霜反击盾 谁说王霜不能玩 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个王霜的黑科技反击盾 这个队伍呢至少能为兄弟们节省一个曹操 可以用来解决卫国棍存的问题 这个阵容呢乍一看是敦敦反击盾的一个翻版 但实际上呢它却比敦敦反击盾更有精妙之处 等一会儿由奉孝来为大家一一解说 整个队伍呢是由王霜徐晃满宠三名武将组件 王霜携带草船借鉴非攻制射 满宠携带限阵营威魔弥抗 这两个武将的战法和功能类型 在整个队伍中都是一个辅助角色 二宝一来辅助我们的徐晃进行输出 而徐晃携带的战法呢是两个纯反击战法 七零三军和重动万计 这个战法呢也是反击队伍的最佳战法选择 再配合徐晃长驱直入增伤 可以让徐晃的输出达到一个最大化 并且呢整个阵容中含有王霜的自带战法 不容忽略 这个战法呢不仅有发动两次对敌军的单体兵刃伤害 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使其首次受到兵刃伤害 提高30%且进行一轮技穷 这个效果呢既可以针对一些主动战法输出的队伍 也可以为徐晃的反击输出环境 提供一个更好的增伤效果 而我们的满宠正恶防具也为王霜提供了多次反击的机会 因为满宠的正恶防具可以使王霜获得援护全体友军的这样一个状态 之所以这里选择的是徐晃而不是敦敦 一个原因呢则是耗主 他的这个徐晃比较红 另外一个角度呢也是因为徐晃的反击加上长期植入的蒲公增伤 单体反击伤害要更高 夏侯敦的反击伤害呢需要依赖于一定的概率 我们再来看一下兵书选择啊 王霜携带的风而而极战 百战 眼虚啊也是以辅助为主 百战呢提高震害四镜的这个发动率 来更好的辅助徐晃输出 徐晃呢携带西兵爱民 铁甲防备一套防御体系来保障自己的血线 只要徐晃的血线不是下降的特别快 那么徐晃的输出就是非常有保障的 然后满宠携带元气毕宫 立军眼虚也是既辅助的同时呢 也来提高这个徐晃的输出 我们再来看加点方面啊 王霜的加点呢是30点武力配60点统帅 这60点统帅呢主要服务于王霜携带的草船借鉴 然后呢徐晃毫无疑问是全家武力的 因为是整队的输出 然后满宠呢这里是全家智力啊 不但是因为正恶防具受智力影响 也是因为威魔弥抗啊 他也可以通过这个智力输出啊 去打出一定的伤害和提供一定的虚弱状态 好了夸了这么久 我们来看一下这队的战暴啊 就直接列到交战列表 也不看他的收藏啊 来先大致的游览一下 这是一个熬战无场 9000战功的一个连川表现啊 打了一对桃源 然后一对无奇 以及一对这个温侯宫 再往下翻一下 又是一个熬战无场 然后7400多战功的一个表现啊 再往下翻一下啊 也有这个失败的战报啊 输给了满红的关关章 再往下翻一下 又是一个熬战七场 13000战功的表现啊 可以看一下 打关关章啊 打麒麟 打关关章 打这个鼠标弓啊 关关章 然后狗马枪啊 又是一个熬战七场 1万战功表现的 呃 我们来看一下收藏战报啊 来找几张就是比较典型的战报 来看一下吧 这个呢是一个1万2打2万7的一个战报啊 这个战报中呢 我方兵力处于明显的劣势啊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场战斗中呢 徐晃输出了2万2的一个表现啊 2万3的一个表现 然后呢 这个进战斗的时候 徐晃仅有3900 也就是4000的兵力啊 进战斗 然后我们再看一场打鼠标弓的啊 虽然我们在兵种克制啊 但是我们的兵力只有1万6 打的是对面是2万6啊 在这场战斗中呢 徐晃输出了输出了接近1万8啊 也可以看到这个徐晃的输出是非常稳定的 然后打一个关关章啊 看一下 徐晃又是输出了1万6啊 1万6的一个表现啊 完全靠一个单核输出 把这个主将打得爆头了啊 然后再往下看一下 这个是打一个群攻 然后呢 这个是打一个满红的虎城啊 轻松拿下 1万7打2万6 这场战斗呢 这个徐晃 暴总输出2万7啊 好的 以上就是这一队的全面解析了 另外呢 对手只要看到 我方派出了王霜啊 不管赢没赢 至少在信心和面子上 给予了他沉重的打击 好的 这里是潘奋邦 郭奋孝 如果你还有更加精彩的阵容 欢迎向奋孝投稿 白了个白